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温度交不洗一群姐妹的热情 稍待一会就要登台演出 身着蓝色旗袍短裙的范世民 展现了团长的凝聚力 领着大火抓紧时间做练习 随着悠扬的音乐响起 一群身着异国服饰的嘉丽们 粉末登场 他们都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们 这套飘逸的国服 衬托了女性阿诺多子的魅力 再加上舞者优雅的身段 与轻盈的舞姿 使得这场乐视斗笠舞 让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啊来 你穿过来我看一下 然后手啊手放开一点 开一点哦 开一点你知道 比较好看 对 记得啊这个手不要动 这个手不要动 我们动这个手就好了 来我们试一段了 试一段这个手不要动 位于戏纸大同路桥下的广场 每到周末假期 就变得相当热闹 阿明领军的越南舞蹈团 成立至今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聊起创团的动机 其实源自于一群异乡人的乡愁 以前我来台湾的时候是外劳 后来我才嫁来台湾 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每天顾阿嬷 然后我最困难的是 因为语言不痛 然后朋友又没有 后来其实也是 慢慢就找到朋友 然后我在想说 我们虽然在台湾 可是我还想到 我们的越南的文化 还有越南的美食 所以我才有那个信息 去找一些我的朋友 来创建这个团体 所以我找到这个团体的时候 我的姐妹他们真的很热情 然后他们真的很同意 跟我一起来表演 不管去哪里 他们都很开心 台湾引进外籍移工 至今将近三十年 早期许多福利与政策未建置明朗 而当时社会风气 对于仲介婚嫁来台的媳妇 也存有许多刻板印象 语言不同 又无法被理解认同 回想出来台湾生活的日子 度日如年 我们家有五个宋弟姐妹 我是老大 所以后面他们还小 房子是用草来建的 那个椰子叶的 用草来建的 所以有下雨的话 外面下大雨里面 就会下小雨就对 所以我是决定嫁来台湾 是以前电话打电话有很不方便 就没有像现在 可是视讯不这样还好 很想家就 日子很难熬就对了 我老公他也知道我们语言不通 他也是慢慢来 边讲拜 边比较这样 就手笔 用手笔的 就慢慢学习 就这样 思乡之情 无处可解 阿明的舞蹈团 就成了姐妹宣泄的唯一出口 时不时相聚 聊聊彼此近况 让他们有了一丝喘息空间 那个清朝 他们有时候跟我分享说 他刚来台湾 所以他不认识他老公 然后他国语不会讲 所以他下来台湾 他才知道他老公是谁 然后他从台语学过来的 所以现在他的台语比国语还厉害 有时候我们一样就是鼓励一下 而且我们也帮不到忙 有时候就是聊天鼓励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分享他的生活 我觉得他很好 我来台湾刚好来一天 就是我们家里 我爸爸妈妈老了 然后兄弟姐妹 他们都是 自己各父 他们就住外面 所以我 我没办法可以 我们家里就没有设置 可以送我去 结果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去厂 然后 住社区 去然后心里很难过 想小孩 当外老的时候 我来这边 那一年就是 越南人很少 都大运力的 比较多 所以我来台湾 我真的很辛苦 就是 员员和交通 因为在越南 来这边都很不一样 所以来完整 都听不懂 听不懂 老板讲什么 就说 表现都 看着工作 自己就做 然后没办法可以 跟谁聊天 然后没办法可以 跟老板交通 我真的很辛苦 我说 我认识阿民的时候 我说 这样子我很开心 我们就是 嫁过来 这边可以当朋友 但是我们去哪里 就可以去跳舞 然后我们姐妹 可以有空 可以聊天 但是我们在台湾 有什么困难 我们可以帮助 互相照顾 尽管回想起 当初飘洋 远渡来台 还会难过的 流下眼泪 但如今 他们已焕然一新 不但适应了 在台湾的生活 找到了相互鼓励的羁绊 也透过舞蹈表演 重拾自信 我今天会坐完吗 我不知道 明天没有用到吊车 对 对 对 上面还有个小旺 今天还要骑吗 还要骑喔 看时间 看时间 我也不敢保证 你时间不够 然后我们就是 看经理怎么 怎么去 我尽量 我尽量 好 你尽着 来台不久后的阿明 从照顾老人的看护 转职到了清洁公司工作 有别于环境的清扫 整理 阿明所担任的清洁员 挑战可说是相当的大 无三善有三拍拍手就好 哈哈哈 不错啊 它都一样的表现都还都不错 就蛮好的 对啊 因为很多 很多洗外墙 你看我们那个大楼的洗外墙 那个吊龙啊 都会摔下来 因为都是安全 没有做好啊 不然就是没有证照啊 他没有上过课程 没有知道里面的公安意外 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去应对啊 好 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穿这个啊 不是很高也是要穿啊 照规矩啊 可以了啊 可以了嘛 想不到身材娇小 看似柔弱的阿明 竟然是一名高空清洁员 看他熟练的要上吊龙 操作起高压枪专注的眼神 任谁都会忍不住 打从心底敬佩 这名小云子的胆士 那时候我在做室内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 他们在做外面的 然后我就问老板说 老板那个外面的 做外面的是不是薪水比较高 他说对啊 可是那个很危险耶 很可怕耶 而且那时候我看到那个风很大 你知道 他说我不是做这个龙子 是吊龙 他会咬哦 那个风很大 所以他说 你如果你要做外面的话也可以啊 然后第一天我上去的时候 真的很怕 我脚会抖耶 我下来的时候两次都上摆 而且那时候才五楼而已哦 我那天回去没办法吃饭 为什么 因为头晕啊 然后有时候坐着还以为是在这上 你知道吗 还晃来晃气 尽管害怕 但心里想到只要多赚点钱 就能改善家计 阿明仍毅然决然地 投入风险高的外墙清洗工作 现在的他也是公司为二 有执照的专业人员 就很可怕啊 就是那时候风又大 我第一次真的忘不了 真的风太大了 就摇来摇去 很像那个摇篮 有没有 太可怕了 所以还记得很记住 这个女的蛮厉害的 像我要爬那个高度 我就没办法了 我怕高啊 所以说今天派我让他副手 底下有需要 需要去 要需要怎么弄的话 我去帮他弄这样子 等会就等会 你等会你看就知道 还要帮他发动 他底下看 他管线也要拉这样子 因为外籍的很蛮差的 要做不做那种的 就下班时间还没到 就要下班那种的 那就不好配合 那他 我给他打95分 那个家奶奶他那个 他种子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 好像有去上班 结束工作回到家的阿明 并没有松懈下来 反倒是在厨房忙活了起来 跟工作室一样 旁边也跟了一位小助手 只是两个人在互动上 少了工作室的严谨 多了份日常的温馨 我是觉得啊 他从那么远的地方 来到台湾啊 也会想念家乡 还有我家里的爸爸妈妈 所以说尽量啦 尽量说 不要说什么人家说 都有那种婆媳那个问题 我不会说让他有什么压力 就像我那一代的人 就那婆婆都很严格 很严格很严肃那种的 我不会做那一代的人的事情 我也会关心他 如果说他比较晚回来 他没有赖给我 我就会担心啊 我就用像对待我女儿的那种心 对待他 那我感动是因为我生小孩的时候 我没有亲人妈妈在旁边 没有亲人 只有我婆婆是最疼爱我 因为他白天才上班 然后他早上很早起来 还帮我弄吃饭啊 他帮我准备菜 然后 那有时候是小孩 比较困闹 还有我 不舒服的时候 他还帮我弄菜来吃 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谢他 心疼阿明远嫁来台 在生活上 总有许多地方需要适应 还好有婆婆 无微不至的照顾 体谅 让阿明 头次感受到了 当女儿的幸福 我来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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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碗 他做的菜也很快 尤其是包春卷 他包得很扎实 他曾经从他朋友那边带回来 就是松松的 我就问他说 这怎么包得不是很漂亮 他说他朋友 也是越南媳妇包的 他说奇怪 应该都是很会包 为什么 你包得比人家好 是不是他的技术比较好 我吃本相部 很多我的回忆 这个是我结婚的 在越南结婚的时候 我这个是我 我跟我老公 在越南结婚好的时候就怀孕了 怀孕 来台湾的时候就大肚子 就没有办警课 后来我生我女儿 已经三个多月才警课 那天回忆是很开心啊 就是当新娘很开心 翻开相簿 来台湾生活的点滴 莉莉在目 在大家眼中 阿明是位积极乐观 活泼开朗的女孩 她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谁都不会想到 儿时的她 有段不堪回首的童年 阿明的故乡 北江省 曾被说是 越南最贫困的地区 又出生务农家庭 一家人常常看天吃饭 过着有一顿 每一顿的生活 于是她决定 跨海来台工作 异地讨生活实属不易 忍住想家的冲动 阿明咬着牙撑了过来 也在换掉看护工作后 遇见了人生之爱 我认识她了两年多 再结婚 有的人是她就会 表达在你的嘴巴 可是她是内心 她比较不会表达 但是有时候她给我开心 是因为她不会讲 但是她动作 还是她做到的 有一种事情 她让我比较开心 所以她让我很有安全感 像我难过的时候 她还带我去走走 放松一下 所以有时候如果难过的话 跟她在一起就是忘记了 我才觉得她一个人很不错 我才愿意交给她 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 她有起重器 然后第一次 她来接我去走走的时候 我还穿着裙子 然后走出来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我骑这个很高的车身 你可不可以回去换长裤 因为我当初 我不晓得她骑那么大台 后来我才回去换牛仔裤 可是我第一次坐她的车身回来 我好怕 因为骑太快了 而且那台很大台 有时候转弯的地方 我以为我的手会摸地上 后来我为什么就去考那个 因为好几次她带我去走走 两天还是三天 因为我觉得她一个人起很累 然后我们如果 如果我会的话 我跟你可以轮流起 比较不累 与老公相识后的阿明 摆脱了阴郁低沉 性格越发乐天阳光 不但尝试考取重机驾照 更在家人的鼓励下 陆续进修学业与其他专长 弥补了童年没能好好念书的遗憾 其实她都很喜欢去考一些症照 什么的 其实后头一开始有觉得 还是会有点意外 可是后头就会慢慢习惯 因为她都会去考一些症照 她跟其实比较开始还要 然后那个 怎么讲 就是比较会去想说 要忠实自己那种样子 也是蛮佩服她 会有那些想 想要去做事情的动力 因为我在越南没有上 我没有读那么高 然后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为什么才去上课 而且第一个是我们要办身份证的时候 只要去上72个小时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对那个国字很有兴趣 而且有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不会写字啊 我叫护士说 护士小姐帮我写一下 她说你不会写啊 然后我自己就很很怕 然后旁边还有人 我说我不会写 你可以帮我写一下吗 她说她不敢写 后来我心里才想说 我就慢慢吹国语 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成了阿明莫大的动力 回想刚来台湾那段艰辛的日子 现在一定也有不少异乡人正在经历着 于是她又报名了基金会的培训课程 为无处宣泄的新住民同胞发声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就会问她一些问题 比如说来台湾多久 然后或者是现在也没有在工作 其实新住民他们中文的能力 其实不是太好 所以就会请阿明来帮忙 就是担任同意的角色 会希望就是我们跟新住民的沟通是可以 她也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那个新住民也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会希望那个资讯不要有落差 那你先坐那边然后等我一下 你好我是山木基金会的社工 然后我叫做林雨琪 我觉得她很棒的地方是她给人的特质是很亲切的 因为有一些新住民她不一定会想要在同乡 就是展现自己可能自己过得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阿明的给人的感觉是很亲和的 所以就是在一些新住民可能跟她在讲话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多说一点 阿明除了是居家访式的沟通桥梁外 也担任起安抚心灵的重要角色 正因为自己正是那样艰难无助的走来 对于新住民姐妹的需求才能如此同理 我为什么在帮助她们 是因为我想到她们像我以前 就是不会有人帮忙翻译 就是我会跟她讲说以前我跟李一样 就是找不到人翻译 现在如果有一个故乡的人在旁边 就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我们新鲜的夜市拿去泡水 泡茶 对 很像那个新鲜的茶叶 茶叶 对 可是不是茶叶 除了积极协助自己的同胞 阿明也突破自我站上舞台 藉由一场又一场的活动 讲解着自己家乡的文化 希望有越来越多人能理解新住民 我第一次那时候真的很紧张 而且跟长辈那时候 有的是我怕她们 而且我那时候我国语还没有很好 我怕她们不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很紧张 女生嫁出去的时候 那个大师或是当新娘 一定会有一顶 对 她一开始她可能还是会比较害羞 就是面对如果说叫跟 比方说像我们这样台湾人讲话 然后甚至是可能基金会以外的工作人员 讲话沟通 她可能都还会有点觉得 担心自己中文讲不好 然后很怕人家听不懂她说话 可是这几年就是随着她 可能开始接触更多的台湾人 然后跟着我们去做服务 然后她自己也开始去协助 其他的一些同乡的一些伙伴们 对 然后她开始对她的中文表达 其实是越来越有自信 我觉得那个感动是 不是只有我们陪着她 她也自己参与其中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我们的姐妹们讲说 今天你能够在这边 因为她们都会很感谢我们 就当然谢谢三幕基金会 谢谢社工 谢谢主任 但是我们都会跟她们说 你一定要记得谢谢你自己 因为今天是你让你自己 能够有这个机会站在台上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激励人心的吧 三十年前婚姻移民而来的外籍新娘 随着文化意识抬头 逐渐变成众人口中的新住民 然而还是有许多老一辈长者 对东南亚国家存有刻板印象 再加上媒体常见移工 外籍配偶的负面新闻 想改变现状仍需要走好长一段路 台湾人其实还是很容易会认为 他们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到台湾 那比如说像 我觉得我们本来都会有一些习惯 我们工作一定会拿钱给家里嘛 但是对台湾人来讲 可能就会认为说 他们寄钱回去这件事情就是不幸 我觉得是在怎么样去让台湾文化 台湾人去对这个观念有一些改观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所以我觉得我们才会希望 能够进入到社区去跟这些台湾人对话 这次看到阿公阿妈很像看到我们的阿公阿妈 还有有一些很像我爸爸妈妈的年龄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就是看他们喜欢吃我弄的东西我就开心了 很多的新住民他们就是像一般正常人一样 像我们台湾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一样 这样很努力的很踏实在生活 对然后我们很希望让社区民众看到 就是真正真实的新住民他们在台湾的样貌是什么 不是带有刻板印象或是带有偏见 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它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社区里面多办一些 就是像这样子跟社区民众可以近距离 然后有机会可以讲讲话 然后可以分享可以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社区的民众那有机会可以认识真正的新住民 他们在台湾生活的样子 透过阿民个人延伸到社区 再由社区扩大影响到各地 大家齐心协力 让文化融合的种子 能在每块土地上茁壮发芽 为台湾妆点上最缤纷的色彩 一 二 二 一 二 五 五 三 五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